加克施奈德版正义联盟上线后 全球几大口碑平台集体爆了表 全篇长达四个小时 不但补充了很多的故事 除了有三个小bug 其余的内容也有很多精彩故事 可以了解一下 再来说说片中的三个bug 在丹娜回忆达克赛德第一次入侵时 双手用电的看似是宙斯 但如果根据神话产生的面熟 披着兽皮的神 只可能是大力神 帕拉克勒斯 这可能是影片维持不多的bug之一 影片中的另一个bug 是闪电侠与女友 艾瑞斯出狱的情节中 巴黎想去救艾瑞斯时 鞋袜突然爆开了 按照如今的闪电侠设定 她一定急速奔跑 身上的衣服鞋袜确实可能扛不住 所以片中她才会捏手捏脚的向前跑 但其实鞋袜应该比衣服结实 所以片中那一下 她的衣服不可能承受得住 所以这段剧情存在不合理性 第三个bug 是关于超儿女友路易斯莱恩的怀孕问题 从片中的时间线来看 路易斯怕是怀了个哪吒 因为从蝙蝠侠大战超人到正连时 应该至少过了三个月 甚至更长的时间 据说扎桶算了半天 也没有想出合理说法 最后干脆选择把这个线索变成了暗线 接下来小编再给大家说说 影片中有趣的伏笔 影片开头蝙蝠老爷找到海王来到北欧 其实与第四的世界观中 没有将亚特兰蒂斯归类到 古希腊神体系有关 片中明确的把亚特兰蒂斯人 旧神和人类分成了三类群体 在古希腊传说 素来称不在东是海神 而在历史上 维京海王却是赫赫有名 所以也不难理解 海王会和维京人的后裔走得很近 片中女王射出的神剑的戏 则是结合了历史的杜撰 在现存的古希腊的遗迹中 确实没有亚马逊一族的风火台 但以辅索神庙据说 是亚马逊一族修剑 用于供奉的狩猎女神阿尔特尼斯道 所以片中的神剑叫阿尔特尼斯之剑 漫画中命运三女神 是与亚马逊一族捅出天堂岛的关系 所以不排除女侠找到的地宫中 不由记载其他大事件的密室 在扎导版的故事中 很多人物和故事都发生在歌坛 歌坛和大都会 都被认为是县史中的曼哈顿的化身 在DC美国地图上 三座城市也离得非常近 研究超人飞船的 是在星辰实验室的歌坛分部 原本钢古一家是住在底特律 在扎导版中被搬套了歌坛 星辰实验室诞生过不少英雄和反派 但不包括郑凯扮演的蔡瑞安 在剧版里 闪电侠的战袍收纳戒指 就是蔡瑞安开发的 扎导版的蔡瑞安 也许是个独立的角色 应该是柔合了二代原子侠 雷帕尔墨 以及其他原子侠的故事 反派荒原狼是片中最古老的角色之一 他是达克赛德的叔叔 也是创世新天赋的叔叔 但荒原狼却很早就决定 跟着达克赛德讨生活 很早以前就舍弃了自己的本名 也不记得自己原本叫什么 对这段历史 DC其实并没有解释的绝对清楚 不过荒原狼最擅长的兵器 不是片中那把不扛动的大副 他其实是个尖数高手 在新52宇宙的故事中 刚故从没有嫁入过少年太坦 他从正联成立开始 就成为了初创的真实成员之一 鹰霞 绿灯霞和火星猎人 在新52宇宙的漫画中 直接被踢出了正联元老 直到如今 DC宇宙再一次重启 再重新加了回来 第一个确定回归的是火星猎人 很多人认为 扎老板最后安排的重点 全靠超人手撕荒原狼的情节 有些不合理 但超人在DC的存在 确实是个艺术 无论漫画如何重启变化 他都是宇宙间的最强存在之一 即使没有神速力 他也可以追上闪电侠 不过超人也有弱点 除了会对客室过敏 他对魔法系抵抗能力较弱 而他的表姐超女则都免疫 只不过整体力量比不上超人 片中超人的黑色战衣 并不只是颜色特殊 它可以让超人不受客室的影响 并吸收更多的太阳能 但是在片中 还有一套更强的超人战袍 那就是超人的母核战甲 只是不知道 未来这套战袍 有没有机会出现在电影中